手指比心这动作,让陈小春很反感,英采儿虽不认同,但也无法反驳。 最新一期的年未有方中,请来了最近人气很高的英采儿和陈小春夫妇。 这期节目其实也是为英采儿夫妇结婚7周年,而特别准备的。 节目中英采儿和陈小春还回到了他们婚姻开始的地方,香港迪士尼乐园。 不过,英采儿确实是一位自带综艺气场的人。 当主持人介绍这里是彩春夫妇爱情开始的地方时, 英采儿立刻提出了质疑。 英采儿说道,准确地说,这里是我们爱情结束的地方。 她的这句话,别说是主持人了,就连陈小春都被吓了一大跳。 英采儿一看,大家都已经入坑了,于是就一本正经地说道,爱情在这里结束,但是婚姻却从这里开始。 不得不说,英采儿就是这样的有范,一开场就把节目的气氛带入到了高潮之中。 这期节目的主题是围绕住英采儿夫妇的爱情,所以内容方面也很贴切。 做任务环节,节目组就要求英采儿和陈小春各自去寻找情侣,然后让情侣做出笔心的动作来,并拍下照片,寻找到的情侣多者获胜。 分开做任务环节,分开做任务后,英采儿的热情和她爽直的性格,很快就找到了很多情侣档。 不过,陈小春在做任务的时候,就发生了一些小插曲。 现在的年轻人,做笔心的动作时,最喜欢的就是用手指,做出一个心形来。 但这个动作却让耿直的陈小春无法接受,甚至有点反感。 当陈小春看见一对情侣做出这样的动作后,就问道:"这个动作是从哪里学回来的?" 陈小春继续说道:"这个手势,我们广东人较钱,这和爱心的关系好像不大吧?" 其实,这个动作在好多地方都是有数钱的意思,也并不是只有广东这样。 陈小春是一个严谨的人,他也说的没错,金钱和爱心在一个有执念的人眼中,确实是不沾边的。 陈小春还用了一句大白话来解释了这个问题,山姬哥说道:"我们讲到了钱,肯定就不讲心了吧,所以这个手势,我觉得很不合适。 这对情侣也感觉。 这对情侣也感觉陈小春说的很有道理,立刻换了一种方式来比心,这时严谨的山姬哥才表示满意了。 在最后的统论比赛结果时,陈小春也表示自己的老婆英彩儿拍回来的比心照片,含义都不对。 英彩儿虽然不太认同,表示当下的年轻人都很喜欢这个手势 但陈小春给出的解释和理由,却又让英彩儿无法去反驳 陈小春对助英彩儿说道,爱心是讲心的,这个动作是讲金的,讲心不讲金 人要讲心,讲心的时候就不应该讲金 这段解释虽然有点像是绕口令,但说的意思却完全是那个理 难怪一向喜欢争论的英彩儿,这次也没多做辩解 很明显,英彩儿这次也是很理解老公想要表达的意思了 其实,这个笔心的手势,是当初有一季歌手中,一位韩国的歌手做的,然后就成为了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动作了 那位歌手 那位歌手确实不太了解我们的民俗民风 陈小春也说的,其实也很有道理,但在一个严谨的人眼中,这就是一件不够严谨的事情了 不过呢,陈小春一向爱妻如命,英彩儿只有一瞪眼,就算是他讲的再有道理,他都会让住英彩儿的 比赛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,肯定是英彩儿获胜了 陈小春最后对应彩儿说道,我只是不喜欢这个动作而已,但赢的人还是你 但是,从这件事情上,就足以证明陈小春是个严谨解正统的人 但凡是他觉得违背传统的东西,他都会提出质疑甚至是反感 但在英彩儿面前,这一切又都是浮云,只要是英彩儿喜欢的,他又都可以暂时性地放到一边去了